美国时事通,我是罗文 今天是11月9号星期一 自从拜登被projected为美国的总统而来 共和党的大多数虽然包括参议院的这些头 Mitch McConnell就是参议院的多数党的领袖 然后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主席 Lindsay Graham还有Ted Cruz 他们都极力地支持川普 不过也有一些共和党议员 比方说参议员Lisa Makovsky 这个Mit Romney 这两个人公开地表示他们在欢迎拜登 那Mit Romney特别逗 他还说 意思就是说 我们现在参议院在胜利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这就是人民在背书共和党的表现 那川普竞选总统的失败 则是人们对他个人的一个公投 那我觉得他说这个话的时候 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记忆 他自己也竞选总统失败过 那那次的失败是人民对他的一个公投吗 当然关于选票作弊啊 这些状况我们已经说了很多了 我这两天会请一个非常擅长数据的一个专业人士 来跟我们讲解一下 那目前的投票的状况 为什么和历史的 不管是横向还是纵向的比较 都显得非常的突兀的一个原因 那我也希望你们能够留意 能够及时收看 另外今天有一个非常大的新闻就是川普突然解聘了国防部长 其实解聘他我觉得并不意外 不过这个时候解聘似乎是有一点突兀 那在反对他的人看来他都要败选了 在最后一两个月还把他的国防部长开了 可见这个人的个性哈 那实际上 阿斯伯和川普其实在近几个月一直有不和 最早出现那一段的就是在六月份的时候 在弗洛伊德案之后 全国出现了大规模的抗议 闹得不可开交 然后打砸抢也开始的时候 那川普就其实派出了国民自卫队 然后也让阿斯伯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Mark Milley亲自去督政这个事 那我看到他们有在街头督政的状况 不过似乎是气氛比较的凝重哈 然后当时Mark Milley就发表了讲话 意思就是我们做事只要按照宪法来的 大概说这样的话 他并没有明显的反对川普总统 但是你可以看得到他们试图在保持距离 那这个阿斯伯也是持相同的态度 他在很多公开的场合都试图和 川普总统拉开距离 所以那到今天似乎是 大家已经到了没法忍受的地步 所以大概这就是为什么导致今天的状况 那我也有看到报纸上说 阿斯伯对自己会被解聘 其实是非常心知肚明的 他其实在数周前已经准备了一个辞职书 就随时等着看这个川普什么时候 会突然在推特上宣布他被解职 所以很多人就表示不满 说你看这么大严肃的事 他也没说找一个正式的渠道 而在自己的推特上 那川普总统的这个媒体就是他自己的推特 因为这些假媒体根本就不会帮他说任何的话 那他为什么不能在自己的媒体的平台上去公布呢 而且他自己的媒体平台是一个非常大的 有几千万受众的一个媒体平台 所以这相当于像全世界第一时间宣布了这个新闻 所以我觉得在新闻媒体要打压川普的时候 你们也要记得川普也创建了自己的媒体帝国 所以为什么川普的声音是不会被压制住的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当然你们可以封禁川普的推特 那你们即使封禁了川普的推特之后 我相信很多川普的支持者会跟他一起搬到 Piallor或者是其他的地方去 这是我可以预见到的 所以其实这个大选预测拜登赢的这件事 显现了众生百态 刚刚宣布这个消息的时候 黄盛顿特区就很多人在狂欢 他们挤得跟拉丁鱼一样 根本就没有什么社交距离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拜登说 他演讲的时候没有人是因为他想保持社交距离 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就是根本没有人去嘛 那现在大家都在欢呼他的这个胜利的时候 他们就没有想到新冠病毒这回事了 那网上有一个小伙就说 他们给我四万块美金 让我去庆祝拜登的胜利 我没有去 我也不知道这个是吃真吃假 我觉得这个比较有意思的表态 那当然今天有一个特别重大的消息 就是辉瑞制药就说 他们研制出了新冠疫苗 这个有效程度到95% 是非常好的一个疫苗 那大部分人都表示很欢欣鼓舞 但是我看到这个 治疫情特别不得力的库莫州长 他居然表示 哦 这是一个好消息 可是这也是一个坏消息 因为他是在 川普执政期间宣布的 所以那现在这个疫苗的派发 就归到川普政府头上了 而不是在拜登执政期内 他们到底在想什么呀 他们在把美国人的姓名 当作一个政治交易吗 这真的是让人不可忍受 他竟然可以黄口白牙 说出这样的话来 就是非常的有识体统 这明显就是一个政治斗争 其实就像很多人说的 如果拜登当选的话 马上疫苗就宣布已经研制成功 他说我一点都不感到意外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 其实川普总统早就在变动会上也好 还是在公开的新闻发布会都说过了 他说部队已经寿命待发 就是如果一旦疫苗或者药物准备好 那部队就会马上把它 以很快的速度散发到全国去 所以他已经准备了一个强大的后备 去支持这个医药或者疫苗的供应系统 我觉得美国人民并不看我说 你到底是川普总统发给你们的疫苗 还是拜登发给你们的疫苗 疫苗就是疫苗 最重要的是要及时公开透明的发放给大家 而不是说因为拜登发的 所以他的疫苗就是好的 或者说我们要留到拜登的执政期来去发 这样的说法是让人觉得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这一次很多人就说 你看这个预测也造出了很多真实的面孔 我们看到首先跳出来祝贺的 就是这个英国的强称首相 然后马克龙当然他也发了贺电 马克龙本来一直都跟川普不是很对付的 在所有的贺电中 其实有几个国家是非常让人感到意外 或者说感到其中意味深长的 第一个就是萨塔拉伯 川普做了很多的努力 当然主要是他的女婿 Kashner做了很多的努力 帮助他促进了中东和平 阿拉伯世界和以色列的和平 另外一个比较烂人寻味的是 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 给拜登发出了贺电 然后当然在发出贺电的时候 他也赞扬了说 感谢美国政府承认 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 要知道各界的美国总统都承诺 要把耶路撒冷设为以色列的首都 可是没有一个人做得到 只有川普做到了 而且川普在修驻以色列的使馆 同时他也说感谢川普承认 哥兰高地立场和于伊朗问题的立场 令以色列和美国的关系 达到了历史的新高点 这个似乎在暗示拜登说 我们已经到达了这样的地步了 似乎是要跟新政府再确认一下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举动 那最有意思的是 中国俄国反而是保持了沉默 要知道这两个国家 是介入美国大选的怀疑 最大的两个国家 那是他们知道某些真相吗 还是说他们在静观其变 墨西哥的总统发言了 他就说我们要按照国际惯例 我们要谨慎什么的 所以这个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不过我觉得你仔细想一想 美国境内这么多的拉丁裔支持川普 那拉丁裔在北美最大的一个电台 其实你可以看到他的民调 很多是支持川普的 所以这也进一步证实了 拉丁裔对川普的支持 那这些拉丁裔 有相当一部分是墨西哥裔 墨西哥人他们的家庭纽带 其实是非常的紧密的 如果他们跟墨西哥境内的 这些亲戚朋友说的话 那可能也会造成一些影响 这是为什么 其实墨西哥反而是觉得 川普赢还是输 真还不好说 我感觉可能有这样的成分在里头 当然还让很多中国人 或者是华裔表示吃惊的 就是蔡英文总统 也给拜登发了贺电 川普在处理 对中国和台湾的关系 包括香港的关系的问题上 其实川普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 而且一直是对台湾非常的友好 和对台美关系做出了很大的促进的 回想到今天那他给拜登发了贺电 很多人也觉得这种做法 是不是有点急切了 那其实蔡英文的态度一点都不奇怪 因为在2016年的时候 他其实是支持希拉里的 也送给过希拉里三只小猪的这个画像 他也在当时过进美国的时候 打电话给前克林顿总统 就说预祝希拉里成功 所以如果现在他去祝贺拜登 我觉得并不让人感到意外 那民进党一方也在强调 他们跟美国民主党的渊源 OK 我希望你们这次强调 不要强调错了 因为我们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等待最后的结果 当然我觉得川普政府 帮助台湾也好 或者香港也好 或者是处理和中国的关系也好 他就是谋求一个平衡 那他也是 他只是在为民众做一个正确的事 所以不管这个三地的民众的领导 是蔡英文也好 还是习近平也好 还是林郑也好 其实我觉得他也不会是特别的care 其实我觉得台湾人民也好 还是其他地方的人民也好 也不用特别的过于担心 就说好像要得罪了川普怎么样 我觉得他不是那么容易被得罪的人 那同时我觉得 但是我觉得这些发贺电送礼物啊 打电话这些所有的小几宗 真正表示了他们的内心是怎么想的 不管他在台上受的多么的冠冕弹荒 OK 这是今天的播报 我希望您喜欢 如果您喜欢的话 请订阅点赞留言转发 如果您订阅打开小铃铛 也请打开小铃铛上方的 all或者全部 那这样您就可以及时接受到我的推送 OK 感谢您的收看 加油